我说过男生的情感压抑其实挺重的 知道不开心的事情 跟兄弟一起喝很久 打打游戏就过去了 其实本质的情绪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私心里面有女生问我说 如果我喜欢的男生 心情不好了 压力太大了 我要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陪着他就好了 那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会在他的身边支持他 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你可以抱抱他 然后说 宝贝我照你已经很棒了 已经很努力了 是我觉得最优秀的男生 这时候他就会觉得 原来我也是可以休息一下的 不说依赖吧 但至少我是可以有一个人 来分享我这些情绪的 也可能他当下什么都不说 但是他心里面会一直记得你 平时都是他安慰你比较多 反过来安慰他一下 这样交互的互相慰藉呢 也会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入 最后其实男孩子们 也不需要自己扛下所有的情绪了 可能有的时候 你身边的女生 真的特别想安慰你 给他们一个机会吧